Hello 时装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英团玩刘宇 过去的自己 感谢当时自己的努力 让我有现在的成长 然后也希望现在更加努力 就是超过过去的自己 我觉得是黄色 白色 还有红色 黄色我觉得和我 特别有缘的 是让我第一个印象 就想到了书丹 其实我右手边 其实也有圣诞的这个礼盒 然后我就想到了红色 白色的话 我就觉得是个 特别干净的颜色 它可以代表任何颜色 所以说 由于这三种颜色 后来说就是 可以总结2021年的颜色 应该没有立过flag吧 如果立过了我也忘记了 说明这个flag好像不太 不太走心 对于我来说 冬天的味道是火锅 火锅里的香菜 被烫熟了之后 散发出来那种 哇 辣锅里面 然后辣油 然后香菜一放进去 那个香味 叉一出来 这个时候 你再把它夹起来 涮到海椒碟里去 这么滚两圈 然后知道最重要是什么 撒上一点芝麻 再淋上一点香油 放在锅里这么 一搅和 放到你的嘴巴里 哇 那一整个冬天 就再也不需要肉啊 什么蔬菜什么的 就那一个就够了 这就是冬天的味道 我其实不太喜欢冒险 我一般如果是冬日的话 会看外面的景色非常美嘛 然后我就可能会出去 散散步啊 冬日漫步这种 特别浪漫的感觉 我想带队友们 就是没有见过雪的 看看北京的雪景吧 这应该挺好玩的 就很多 其实泰国的朋友 他其实可能没有看过雪嘛 一秒下疲惫的小秘诀 就是回家之后赶紧休息 然后好好的洗个澡 放松一下 因为我还是特别喜欢 洗漱这个环节 因为我觉得特别治愈 就可以把一天的脾胃都洗掉 早上啊 我觉得是点香薰 就我 是我一个特别 有仪式感的一个早晨 我早晨必须就是 点上这个香薰 而且就是那种 拉开窗帘 然后走到香薰台上 就点上 真的非常 平颈区的话 你一定要 分区护理 你可以去 好好地管理一下 你的手部呀 包括颈部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 有哎 我就会囤护手霜 然后身体乳 其实 我家里有囤很多 欧洲霜的护手霜 因为它有很多种味道 可以选 你每天就可能是 今天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就可以换一种味道 护手霜的味道非常多 任你选择 我可能会给他买东西吧 小时候 想要的东西 肯定比现在要多嘛 可能我会 送他个手机 在11岁 好像也有手机 算了 送他一部 我现在的手机 其实我的队友 有送过一幅画 然后我觉得 挺让我感动的 就给他放在我的房间 首先我觉得 适合他的 一定是 很重要的 而且是 你要根据他个人的需求 来挑礼物 不是一个非常喜欢 在一个 比如说 一个很好的节日 然后给别人 带去礼物的 然后别人收到 这个礼物之后呢 又那种特别 喜欢特别兴奋的感觉 我还觉得 还挺好的 在门在内都不会忘了 睡觉的 除了睡觉之外 其实 吃早饭也很重要 我觉得 就是不管是 多累的早上 起得再早 我觉得早饭 还是能够唤醒 自己身体 一天的活力 刘雨昕的听据 真正的成长 是对这个世界 越来越容易 梦想自由 因为在这个 特别好的 我们祖国的怀抱底下 我觉得作为我们年轻人 其实 能够在创造 这么好的就业机会 包括学习环境 我们应该 更多地去创造 自己的价值 然后给这个社会 带来越来越多的贡献 这是我们年轻人 应该去 对这个社会 所做出的一份努力 我最不愉快 那这次 咱得做点心吧 不然到了明年采访 然后又忘了 说今天你有什么 那就 超过2021年的自己 我觉得超过就 很不错了吧 也不给自己 利益太高的目标 就是每一天 比每一天 更进步 就可以